我为了她跳过一次了 我明明是她男朋友 她现在且要跟别的男人结婚 我也不是她 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你给我破坏了 她就是要跟别人结婚 你能怎么样 她不让我好够 好够我也不会让她好够 她太可怕了 我终于可以逃离她的那种魔掌 这个曾经为女人跳过楼 现场与涂雷老师叫板 不让前女友结婚的男人叫小亮 对面站着的是她的前女友吴倩 过去的这段感情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吴倩的第一次婚姻里 小亮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吴倩这次准备结婚 小亮又为何百般阻挠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死也要与你在一起 小亮刚走上舞台 就直言不讳的指责吴倩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明明是她男朋友 她现在且要跟别的男人结婚 说是你别听她不说八道的 她说她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吗 不是的 那她是谁啊 她我也不是她 这都什么跟什么呢 主持人龙永都纳闷了 一个说是人家男朋友 一个说根本不认识对方 这可如何调解 这明明是给主持人出了个难题 龙永再三追问小亮 到底是不是吴倩的男朋友 如果是就拿出证据来 三年前我为了他跳过一次了 一年前小亮约马上就要结婚的吴倩到火锅店吃饭 他想通过谈判的方式阻止对方结婚 希望吴倩能与他在一起双送双飞 小亮口中一直在承诺 以后如何如何的对他好 吴倩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一口就回绝了他 小亮这下不愿意了 小亮把手疼的原因全部责任推在吴倩的身上 他觉得一切都是吴倩造成的 吴倩想起过去就一肚子的火 小亮一直这样纠缠的甩都甩不掉 甚至给吴倩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和伤害 两人越说越扑朔迷离 搞得主持人和全场观众都没怎么听明白 一切都要从两人是如何相识说起 吴倩是重庆人 结婚后就跟随老公来到四川广汉生活 因为老公是个工程师 必须经常的出差 闲在家无聊的吴倩就开了家装饰材料的门店 在我开张的那天 我就认识了做装饰生意的赵小亮 那个时候他刚好就是26岁 你那时候多大呢 我29岁我比他大三岁 两人认识后 小亮和朋友经常来关照吴倩的生意 每次来店里谈生意 还主动教吴倩做生意的经验 小亮如此的殷勤 难道当时就对吴倩图谋不轨吗 小亮吞吞吐吐地回答 全场观众都猜到了原因 小亮频繁地来店里照顾生意 亲眼目睹吴倩由于经营不善 经济方面出现了问题 吴倩当时手里面的资金特别的少 这么好的机会 小亮马上挺身而出 他就挺身而出 就拿出了他的一万块钱 帮我渡过了难关 滴滴去去让我真的很感动 通过店铺危机这次时 吴倩从内心觉得这个小伙子人挺好 于是他就约上几个朋友 海上小亮一起去酒吧海啤 在大家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 吴倩主动向小亮问及 这么优秀为何不找个女朋友呢 要不要吴倩帮你找一个 小亮的一句话把吴倩都吓住了 甚至把话都当成开玩笑 更何况吴倩当时是已婚状态 更不会把小亮的话当真了 吴倩看小亮不是很开心 就安慰到 如果他在年轻个几岁没有结婚 是有可能找小亮当男朋友的 小亮一听有希望 直接说只要两个人喜欢 这些都没什么的 吴倩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让小亮觉得他还是有机会的 甚至觉得吴倩是对他有好感的 男女之间最怕的就是模糊不清 如果不喜欢就要直接拒绝 不要给对方一点点的幻想 吴倩这样只会给他自己带来负担 你认为他哪些地方给了你暗示或者是好感 我们在一起结束时间比较多嘛 就经常出去看电影呢 我看喝茶到处玩而已 是单独的吗 你们二人 对 吴倩因为店铺事情比较少 身边又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他经常的付小亮的约 龙永都很奇怪 一个男人频频的约一个女人 还经常到店铺照顾他的生意 吴倩就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出 小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刚开始 吴倩觉得小亮就是把他当姐姐 根本就没往歪出想 直到最后他才知道 小亮一直都对他有想法 有一次两人喝茶聊天时 小亮突然很诚恳的对他说 小亮说出这样的话 不止一两次 每一次吴倩都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了他 因为本身就有婚姻 又比对方大三岁 吴倩拒绝的时候 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就怕再让小亮误会 我更不明白 这个男人已经三番四次向你求爱了 你俩还能坐到咖啡馆聊啥呢 让我给我老公一分吧 如果不喜欢人家 就不要总是与小亮单独约会 一边拒绝的非常坚决 一边又和别人经常单独相处 不得不说吴倩的处理方式 非常的不对 说起这些 吴倩就很委屈 他每一次都拒绝了小亮的约会 可对方总是过激的威胁 甚至以此相逼 就这样来来回回都五次了 那这五次你都愿意挺身而出 愿意跟他两个沟通 我当时看到那个样子嘛 作为一个女人 就是说本来自己老公也没在身边 长期在外面 我看着他也挺真诚的 人也挺不错的 我觉得于心有些不忍 当时也就为了安护他的情绪 你跟他这样的程度的交往的方式 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一年左右 吴倩的回答 让全场观众都很震惊 如果不喜欢人家 为什么与小亮纠缠一年的时间 甚至都有嘉宾追问 一年的时间里 两人是否有过牵手 亲吻的亲密动作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真没有 因为上次的决绝 两人几乎都不来往了 快过年的时候 吴倩的老公回了老家 以为生意的是 吴倩则留在了店里 过年一个人太冷清了 于是他就喊了几个朋友 到家里一起吃吃饭 打打牌娱乐娱乐 可谁能想到 小亮不请自来 挡着那么多朋友的面 吴倩又不能赶他出门 大家一起打牌 打到凌晨一点多 朋友们都陆陆续续的走了 小亮却突然拉着吴倩的手说 只想单独和他谈一些事情 吴倩没办法只能听着 这是通常抓奸的场景 幸好被子里是冷的 可是深更半夜 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 吴倩就是浑身上下长 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 他只能不断地向老公解释 可对方却已经不再相信 并且还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吴倩心里非常的清楚 目前这种情况 他在多做解释 就相当于是在自己抹黑自己 对方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吴倩内心伤心极了 他什么都没有做 却被老公误会成这样 又哑巴吃黄莲的说不出口 既然喜欢人家何必逃跑呢 小亮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 看人家老公回来了马上闪人 有理说不出的是吴倩 他什么也没做 却要承受老公的猜疑 出了这次事以后 吴倩与老公的关系就非常的僵 经常以出差为又不回家 吴倩心里也非常明白 这是老公生气了 内心愧疚的吴倩 觉得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事 就主动向他打去了电话 让他回来把事情说清楚 一个星期后他老公回家了 事情是说清楚了 婚也离了 吴倩从内心很舍不得以前的家 感情就是这样 即使吴倩什么都没做 但有了裂痕就无法去修复 为了自己 也为了他的老公 吴倩只能选择离开 离了婚以后 吴倩就想离开 他通过朋友去了广汉的路面公司上班 住在集体的宿舍里 本来生活过得非常平淡 吴倩的心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小亮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吴倩离婚呢 自认为他的机会来了 就连续给吴倩送了一个星期的话 吴倩觉得他的婚姻失败 有一部分原因是小亮造成的 所以连他送的花吴倩都不要 可是不屈不挠的小亮 竟然半夜来到宿舍窗下 走来走去的一宿 他说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贼 自己进来了 我这很吓人的 最后我发现他的时候是那次下雨 我看到他一直在外面淋雨 第一天我没有理他 第二天的时候我吓了那么大的雨 我还是看到他站在那里 我当时就在想 虽然说我第一次婚姻是他给我破坏的 但毕竟他对我也是真情实义的 吴倩看着小亮 虽说心里有恨 但也感动着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好找对象呢 再加上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 非常孤独寂寞的吴倩 就主动上前与小亮说 我就跟他说小亮 我说我原谅你了 我说要不这样子你先回去 我们再慢慢接触看怎么样 故事到这里 大家都以为小亮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两人肯定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了一起 可吴倩却说不是的 自从两人在一起相处后 他发现小亮很多的想法都非常的偏激 吴倩就以两人不合适为由 想结束这短暂的感情 可小亮不愿意了 甚至还骂了起来 骂你什么了 什么呀 你一个女郎 奔到女人 你以为你什么了不起啊 当时你气了我本来就说了死吗 本来就是你还唱什么啊 我一长得一不吵 我一不矮 为什么你不这样 我哪里推不上你啊 真的我当时听到他这种话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难受什么呀 他每次都是以死威胁我 我怎么威胁你的 你怎么没威胁我啊 你一会儿要去死啊 那个是你 因为你自己气到我才这样做的啊 一会儿因为是那个酒瓶 那个割碗之杀 那是什么意思吗 割碗了吗 一会儿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不应该是女人的专利吗 小亮是个爷们 怎么也玩起了这些 他的想法是挺过激的 别说吴倩了 换任何一个女人 遇见这样的男人 肯定受不了 小亮这么的纠缠 吴倩是真的害怕了 我就一边安护他的情绪 我就跟我在上海的姐姐打电话 我说让他在上海帮我找个工作 我说我要离开这里 他说行 他说你一下什么时候过来 那你就过来吧 我当时就是心里挺高兴的 因为他太可怕了 我终于可以逃离他的那种魔掌 与上海的姐姐联系上以后 吴倩就在计划着如何逃跑 他偷偷的买了去上海的票 找到合适的机会 行李也没多拿 直接去了上海 听见吴倩这么说 小亮马上便接到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对你做了什么呀 我可怕 我一个是老虎 你可不可怕 你自己很清楚 去了上海之后 吴倩没有回来过一次 也没有与小亮联系过 在上海的两年里 吴倩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夫 他家是成都的 本来两人计划在五一的时候 回来登记结婚 可谁知道 小亮不知道 从哪里打听到吴倩的事 哪知道 他又找到了我 北半的主要我 有事没事就缠着我 不让我结婚 怎么找到你的呀 你是觉得有这么好的事吗 你想把我甩了甩掉 现在你要结婚 怎么可能 我才是你男朋友 知道要搞清楚 这边都没断在旅外找一个 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今天到这里来了 你的海一点觉悟都没有 我什么人了 我本来就说了事实 好不好 我们都已经断了两年的联系 断两年 你也没跟我 别跟我是分手 吴倩觉得小亮就是个无赖 而小亮却觉得很是委屈 当初女友一句话都没有 消失的无影无踪 她在广汉找了很长一个时间 后来又跑到成都来找 实在是找不到吴倩 她才决定在成都上班 两年的时间 小亮一直都在找吴倩 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女孩 她是听吴倩的一个朋友 说漏了嘴 才知道吴倩要与别的男人 结婚的事 其实我跟她之前的有些事 我也跟我现在的未婚夫讲过 你现在的未婚夫怎么看 现在的未婚夫也特别理解 我当时的心情嘛 她也没怎么怪我 吴倩的未婚夫 非常的通情达理 不仅不责怪的 还表示愿意等她 与小亮说清楚以后 两人再进行登记结婚 正是因为有了未婚夫的支持 吴倩才有勇气站在舞台上 想通过节目和嘉宾们 来了结这段 给她造成烦恼的感情 吴倩眼含泪花的请求 让现场的观众与嘉宾都很同情 嘉宾们的内心也在想 如何才能让两人和平的解决 目前的困扰 这是一个难题 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他就是要跟别人结婚 你能怎么样 他不让我好过 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你说不让他好过 你指的是什么 你已经是在媒体上 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了 今天到这个舞台来了 就好好谈问题 别跟我来混的 来混的就直接去公安局 我们这是讲道理的理由 人家想要结婚 是人家的法律 赋予人家的权利 他如果不行 我当时就不应该 不应该跟我好 知道吗 现在把我先去想甩就甩 怎么可能呀 他现在就想把你甩了又怎么定 甩到你经过同意才行啊 甩了还要经过你 是啊我不同意就不行 谁要法律规定的呀 我不管这么多 小亮这个小伙太钻牛角尖了 人家都不爱他 马上就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他还在这里不依不饶的 甚至还和图雷老师 在舞台上吵吵了起来 作为心理专家的雷鸣 又会如何开导他呢 非常有经验的心理专家 雷鸣老师是在对小亮诊断 也是在开导他 想让这个男孩自己能走出这个魔障 如果小亮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人群 希望小亮可以好好地思考 向雷鸣老师的建议 其实这事到现在唯一让我欣慰一点的 就是他们俩之间 至少肉体关系上还纯洁 这两个人都反反复复地说三个字 没办法 女生说没办法 他老跪一下 男生说没办法 我就是喜欢他 我不可能说我今天我情不自禁 我看到龙勇我就想亲他以后 我就可以亲妈 任何一个成人都是对自己应该有约束能力 告诉你为什么你老招惹这样的男人 第一就是没有原子 老公不在 你就孤单寂寞了 不是这样的呀 是他招惹我的 对呀 他怎么不招惹别人 那我也不知道 第二你还自私 其实你对他是有部分的利用 不管是寂寞的时候 利用他来自己精神安慰 还是那个一万块钱的燃眉之急 你是有利用他的元素 还有第三个你还不诚实 所以你会一二再再二三的招惹 这三个其实都不太爱你 你们两人虽然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但其实真正受害者还有另外两个人 是你的前任和你的先任 那两人也是受害者 图雷老师说的非常直接 还是那句老话 一个巴掌拍不响 大家只看到小亮的纠缠和心理问题 却没想过吴倩也是有错的 如果他每次都拒绝小亮的邀约 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更何况他还跟小亮不清不楚了一年左右 面对各位嘉宾的分析和开解 小亮是否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呢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大声台 到底该何去何从 只能靠他自己选择 吴倩 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会对你一辈子好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求求你了 我刚才听到你的说的一番话 让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现在真正找到了我的幸福 也找到了爱我的人 如果说你真的爱我的话 就请你放过我 我也希望你幸福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吧 这个傻小亮 他把嘉宾们的话都抛在了脑后 竟然还在苦苦的哀求吴倩与他在一起 现场观众都很诧异 吴倩都求他放过自己了 小亮却还是不甘心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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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他摁下选择住的那一瞬间 他其实错过了一个最好的 自我创业的机会 你以为你追着他 你是不放过他呢 小亮 真正你没放过的人是你自己啊 我祝福他吧 不是小亮你说这句话 我不会跟你做普通朋友 但我会祝福你 是啊我祝福他 我肯定不愿意跟他做普通朋友 我祝福你小亮 我们给走的 drivi operas